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明镜电视的系列节目 中国陷阱与困境 今天我们是播出第21集 这一集的标题是 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 从领导一切 到失去一切 为什么要先谈这个话题呢 是因为你听完这个话题 你就知道中国的私有化有多黑了 而私有化是中国整个城市经济 根本发生大转变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在谈私有化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前 我们这一集来介绍一下 中国城市居民的一个主要部分 就是所谓的国营企业的工人 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 然后是怎么样大起大落的 首先呢我想谈一下 这个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位 这一节这一小节的标题呢 是从当家做主到领导一切 我们都知道共产党宣称是工人阶级先锋队 就是说它是代表工人阶级的 那么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后呢 也宣称它的政权叫做无产阶级专政 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 无产阶级讲的也是工人阶级 所以看起来按照中共的党章也好 中国的宪法也好 中国的工人阶级都是最重要的阶级 共产党最信任的阶级 最重用的阶级 那么究竟是怎么样 我们这一集就来谈这个问题 先从工人阶级1949年以后的状态谈起 共产党建政以后呢 像在其他的共产党国家一样 中国共产党也是先消灭了私有制 当时实行叫公私合营 就是把这个私营的企业全部变成公营的 先用公私合营就是私方经理还保留 然后让工方经理派进去 慢慢的工方经理就主导一切 经过反右派大跃进以后呢 这私方经理慢慢就变成了不管事 所以这个企业就变成公有的 然后政府呢是给这些私方经理一些 所谓的股票 实际上是也没有股票的形式 就是给他一些股息 就是相当于收买的股息的数字也有限 那么这个股息呢发到文革时期 1966年就完全停止了 换句话讲 当厂子被共产党拿走以后 这些这个原来企业的这个资本家呢 就变成一无所有了 因为股息也不发了 他们在工厂里呢也挨斗 很多人也没有正式的职务 所以实际上就变成了这个退出舞台了 那么共产党把这些企业变成公有的以后 下一步把它变成国有 当时中国的整个企业分成几类 第一类是叫做国有企业 如果我们听众当中有人是在50多岁 就是现在在55岁以上 你可能还熟悉一个词叫全民所有制 或者这与这个词对应的 还有一个词叫做全民所有制职工 那么这个词还有一个对应的词 叫国家职工 什么意思呢 就是所有的国营企业 公有企业全部变成了全民所有制 就是号称这个全民所有 但是你要搞清楚的是全民所有不是人人所有 全民所有是政府所有 但是名义上有一个全民所有的称号 同时呢 这个这些企业的职工 就从这个1949年以前的那种私营企业职工 变成了这个国营企业的职工 而国营企业的职工呢 又和公务员同样的被称为是这个国家的职工 就是说你的职工身份是国家给你的 换句话讲是不会改变的 也就是说铁饭碗和你这个身份都是铁的 所以那个时候能有一个国家职工的身份 对很多人来讲的就是已经在城市里就算是身份地位都很稳固了 那么除此之外 在城市里还有一些小企业 这个小企业呢 叫做集体所有制 就是都是一些这个归街道居委会 这一个层级管理的一些很小的企业 几十个人 充其量上百人到头了 然后呢 因为太小 国家不愿意管他们 所以让他们自生自灭 给他们也定了一些工资标准 工资标准是很低的 那么除此之外 剩下的像这个小商店啊 这个还有这个小作坊啊 慢慢也都公私合营了 合成了像刚才讲的 或者是全民所有制 或者是集体所有制 那么在文革后期 在江苏啊这些地方 特别是苏南地区 还有浙江出现了一些所谓乡政企业 这个是农村的这个乡政 以及大队生产队 还有公社这几企办的企业 这些企业呢 叫做乡政企业 他们呢 职工都是农村户口 所以他们不是不算城市的居民 但是呢 他们这个企业也有一点 这个活动空间 就是说这个 他们虽然得不到国家 给他们分配的原料 但是他们的产品 也不用受国家完全的控制 所以有时候可以这个自己销售 但是在这个经济改革之前 这些企业活得很艰难 改革以后呢 因为产品可以自销 所以这些企业活得稍微好一点 但是他们的身份是农民 所以在城市里头 你如果你说你是有工作的 那么这个工作无非是两类 你不是国家职工 就是集体所有制小单位的那些小工人 只有两个身份 没有别的 那么工人阶级就是国家职工当中的主体 占大头 百分之六七十 剩下的就是事业单位和公务员了 那么这时候在所有的国营工厂里头 厂长党委书记 就是企业的所谓领导 都是政府和当地党委派的 那么他们呢 在工厂里和工人的关系很有趣 按照共产党的说法 这个企业是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 所以呢 他们不能说这个 他们不是其中的一员 所以他们也算是工人阶级的一员 但实际上他们又是领导 是上面派的 所以他们呢 必须在表面上的工人表示一些尊重 同时多少要维护一点工人的利益 而不能完全站在上级政府那一边 否则他的工作就干不下去了 那么相对而言 工人呢 是有一个很好听的称号 叫做工人阶级 但是他们这个实际上当不了家 也做不了主 他们是被管的 但是这个局面到了文革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就是工人阶级在这个称号 在文革时期突然变得高尚起来了 最高的境界呢 就是毛泽东有一句最高指示 叫做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从这个指示 1967年下达以后 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这个大的国营工厂的工人 突然地位就上升了 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王洪文 上海的造反派头目之一 他被提一直像火箭一样的从工厂的一个保卫科的干事 一直提拔到中共中央副主席 林彪下台以后 林彪死了以后 他就居然排在第二了 那是毛泽东培养的接班人 那么可以讲这个典型 这个代表是中国工人阶级历史上地位最高的一段 那么这一段呢 实际上是有些特殊原因的 就是说文革期间 毛泽东发动造反派红卫兵 去这个打击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那么把各级的地方政府 党委政府的负责人全部打垮了 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急需要重新建立一个代替原来的政府 控制政权的基层的各级组织 而造反派组织本身呢 并不能够完全承担这样的功能 他们破坏性有余 但是维持日常的运转 一个城市一个企业的运转 造反派并不是完全能够独立承担的 而且他们自己还有大量的派系斗争 甚至舞斗互相打杀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出现了一个很偶然的典型 就是上海市在1966年底的时候 由于张春桥姚文元奉毛泽东的指派 到上海去作证 然后上海工人的造反派呢 慢慢就成了上海市的一个主要的 这个造反派的力量 那么上海市工人造反派成立一个叫 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工总司 其中负责人就是王洪文治 还有其他一些人 那么他们在1967年1月 把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力夺过来了 所谓夺权就是把他们的公章给 市委大应和公市政府的大应给夺走了 那么当时的原来上海市委的干部 像市长曹地秋 市委书记陈匹显等等呢 或者是下台了 或者是按照这个张春桥杨文元 他们的指示呢 把权力交给公总司了 所以他们是交出了政权 那么交出政权以后 这个在上海就出现了所谓的 一月夺权 1967年1月的工人造反派为主的夺权 夺权的过程中呢 这个上海的工总司 就是工人造反派总司令部 又和机关干部当中的造反派 还有这个企业当中的一些管理人员 都结合起来了 所以他们呢 比较成功的把上海市的局面给稳定住了 让毛泽东看到了一个希望 毛泽东发现说 这个模式可以在全国推广 就是把共产党原来的地方政府 还有这个地方的省市委 打倒以后 由当地的造反派 搞所谓的三结合 就是干部工人 还有技术人员三结合 那么就可以继续维持 对这个各级单位的控制和管理 那么这样的话 毛泽东就开始大加赞扬上海的一月革命 实际上呢 当时毛泽东是处于走投无路的状态 就是文革已经到了 这个一片混乱 然后全国瘫痪的状态 地方政府原来的机构已经失去功能了 人也被抓起来或者打倒了 那么造反派呢 是只管造反 而不管维持常运转的 他们也不懂怎么运转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由这个新组建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造反派三结合的这个机构 当时毛泽东给他命名叫革命委员会 所以当时全国就从上到下 从每个省以下都成立革命委员会 一直成立到街道 那么这样的话 革命委员会就取代了政权 原来的政权组织党政合一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需要大量的人去替代原来的干部 就从工人当中选人 所以工人当中凡是参加了造反派组织 又有一定的活动能力的人 很多人被选拔出来去当干部 就是进入了所谓各级政权的革委会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他这些工人通过参加一两次造反派的活动 一转眼之间他们就爬到了这个很高的位置 像最高刚才我讲的王洪文爬到了比毛泽东低一点的位置了 那么在每个省市都省市革委会的主任副主任里头都有造反派 那么同样的就一击击下来 全国大大小小所有的革命委员会 每个单位都有工人造反派 这你可以想象的到 这有多少工人一转眼之间就获得了权力 所以他们是借毛泽东造反派被重用的这个历史机会 突然的一夜之间工人阶级变成了领导阶级 那么这种情况 其实在全国各地一直维持到70年代的中期以后 这个林彪死了 然后慢慢的一些老干部又被重新放出来 然后他们才和工人一起同样的坐在办公室里 维持日常的运转 这个时候工人阶级地位稍微有一点点下降 但是总体来讲 工人阶级进入了所谓的领导岗位 所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个话 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到了文革时期 它变成了一种政治现实 就是你去查一下全世界共产党国家的历史 你会发现说只有在中国 只有在中国的文革时期 出现过真正的所谓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那是毛泽东搞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不仅仅是说当了官的工人阶级的成员 他们很得意 同时呢 工人还被大量的派到 这个大学中学小学机关文艺单位 这个医院等等所有的单位 都派了所谓的叫工人宣传队 这个做法也是老毛的创造 就是各个单位因为发动文革以后 都会出现党内战 就打派仗 就每个单位多半都有一两派 彼此对立 然后每个人都说他们终于毛主席 然后每天在那斗争 那么这种斗争呢 就导致整个很多单位的瘫痪了 医院看不了病了 学校停课不教书了 这个政府机关也不能运转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为了治理 整顿这些秩序 所以毛泽东又按在北京率先开始 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派这个工人宣传队 里面还配合有军队的这个人员 那么用宣传工人宣传队的形式实际上是接管这些单位 所以到了六七年以后 特别是六八年 所有的事业单位从这个机关到大学 医院学校 中学小学都有了工宣队 那么每个学校的 每个这些事业单位的负责人都是工宣队 所以这些工宣队当中呢 不仅仅是他当了每个学校的 比如中学各委会主任是工宣队 那么他手下还有一大帮工宣队 因为一个人管不了一个学校 所以他还带一批人去 这样的话有很多的工人就脱离生产岗位 虽然工资还在原单位领 但是他们都跑到学校去了 跑到机关里去了 这个时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原来的阶级地位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工人阶级现在真变成最高阶级 就是他们不仅管着政府官员 把政府官员放到那个干校去 就是这个干校现在也是 这个55岁以上的人可能才知道的名词 叫武器干校 就是毛泽东当时觉得这些干部都是多余的 所以当时把这个城市里的机关 全部在农村设一个干部学校 叫武器干校 武器是毛泽东 1966年5月7号的一个什么指示 说是全国都要办武器学校 要让什么干部去种地 那么这样的话呢 干部知识分子 文艺团体就全都去了干校 所以这种情况下 这个留在城里的是谁 是工人 只剩下工人还留在城里 而这个工人当中呢 又是工人里面挑出来的当工宣队 当造反派头头 当各级各委会负责人的这些工人 所以对工人来讲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一次让他们扬眉吐气 感觉挺好的时代 不仅仅是他们的这个实际状况 这个社会地位改变了 而且呢 这个文革时期 他们的经济状况也是全国最好的 为什么这么说 工人的工资并不高 而且这个从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 将近20年基本上中国的工人工资没有涨过 是固定的 因为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 中央的国家纪委不下文件 那是全工资是不会调整的 也永远固定在那 但是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 工人的状况是最好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机关干部工资被削减了 很多人只能拿几十块钱生活费 还不如工人 第二他们全部赶到农村去干活去了 当农民去了 那么城市里的知识青年 就是中学毕业生 不管毕业还是没毕业 到了十六七岁 全部赶到农村当农民去 所以这时候也没 城市里头也没有多少青年人 能够再有就业机会 只有1966年 1967年中学毕业的学生当中 有一部分人留在城市 后来基本上都是叫做上山下乡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青年人看着城市里面 有这个国有单位工作的这些人 就是国家职工是非常羡慕的 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我能够脱离农村 不要种地了 然后不受苦了 我能不能回到城里 也拿一个当一个每月拿一份固定工资的工人 因为对当时的工人呢 工作强度是不大的 大家都在上班混 但是工资到月拿 工厂多少还有一些福利 比方讲夏天有好的工厂 夏天会发冷影 冬天呢 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福利 比方讲这个工作服啊 工作手套啊 工作鞋啊 等等等等 所以这些东西在当时已经被看作是很好的福利了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1970年我在插队的时候 我曾经去过北京 结果发现1970年的北京是半个城是空的 我和一个朋友两个人到长城去 结果没想到的是整个长城那么大一片 放眼望去 没有一个人 整个长城上的游客只有我和我的朋友两个人 这1970年的七月 那个时候因为北京市的机关干部 还有这个大量的文化单位 事业单位的大学啊等等 研究院所的人全部被下放的农村当所谓的干校 那么这样的话 很多人而且是举家把户口迁走了 就房子没收 家具搬走 人走人 然后这个从此不能回来了 所以对这些人来讲 曾经一度他们就是从北京彻底滚蛋 那留在北京的只 少了很多人以后 剩下来的就是工人 企业的工人 所以工人当时觉得 你看诺大的北京 只有我们现在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了 而且我们还是什么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呢 工宣队成员不用干活就到每个单位去指手画脚去 去管那些臭知识分子 还有那些老干部也都给他们训 所以这时候毛泽东是把工人提到了最高位置 同时当时有些城市的这个物质供应还是很好的比方上海 上海一直维持了比较好的物质供应水平 所以上海市的工人生活条件远远高于全国各地 就是他们可以买到很好的蔬菜 这个还有一些东西呢 不一定要票就能买到 所以当时全国各地的人都希望到上海去买一点服装 因为上海的服装是全国最时髦的 甚至买一点当时叫做大白兔奶糖 就只有上海你才能买到那个上海出的一种奶糖 标牌是大白兔 所以当时你到一个内地城市局 二线三线城市 你带上一小包大白兔奶糖 一人发一颗大家就开心得很了 从这个角度你去发会发现说 上当时城市的工人界的地位相当高的 但是这个局面没有多久又结束了 工人又从这个最高峰落下来 那么就回到了五十年代工友化以后的那个状况 就工人重新成为普通的工人了 又重新回到单位干活 那么造反派呢很多人还被整了 七十年代开始呢不谈革命了 就是七十年代后期啊 毛死了以后毛泽东死了以后 革命这个词慢慢的失去了社会号召力 那么这时候呢提出来的是所谓现代化 那么政府又对国有企业的工人不断的 给予复利承诺 就是我们前面积极谈到的花钱买稳定的政策 从老邓开始 这些政策多多少少也保障了国有企业工人的生活地位 所以他们当时仍然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 举一个例子1979年78年底全国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出现了大返程 就是他们在农村待不下去了 相当于要造反回老家去 那么回到城市以后发现说不仅是没有住房 这个谁也不管他们只能在家里挤 这就产生了很多家庭矛盾 因为很多人家里没有空间让他们住 那么其次就是没有工作 当时就出现一个情况 很多父母为了让回城的子女有一份工作 决定自己提前退休 四十几岁就退休了 然后把这个指标腾出来 因为当时中国全面的回城的人太多 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 所以就不给全国所谓的招工指标 就是工厂不招人 不招人的情况下只能捡一个才能增一个 捡谁呢 就是你你妈你爸自愿的退休 你退休以后位子腾出来 那好 你的儿女就可以顶上去 所以很多知青最理想的情况是回城 靠父母退休 把位子让给他们换一份工作 这样的人当时已经很得意了 就在当时看来有能成为国家职工 就很不错 那么再差的 那就自己去 刚才前面提到那个集体街道小企业 别人去胡纸盒子啊 这个缝鞋 这个衣服啊 鞋子啊等等 一个月呢 据我了解当时是一个月十八块 就是国营企业 第一年第二年削途工的基本工资 是十八块 当时是标配 全国都一样 那么很多知识青年 尽管已经三十岁了 到了已婚年龄 或者甚至已经结了婚了 回到城市以后 去到街道小厂工作的时候 能给他安排这个工作就很不错了 一个月只有十八块 就只够他自己个人户口的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 那就连这样的工作也没有机会 那么就变成了去自己摆摊 北京就出来了这个知识青年回城 卖大碗茶 这个当时还作为改革的新气象来介绍 那么这个时候 中国的工人对这个企业呢 其实已经开始多少有点不满 但是个不满还是有限的 这个他们在企业里头 已经不再是领导一切的人了 他们现在被上面的这个管理层 又恢复了原来对他们的管理 但是形式上中国还是强调 企业是国营企业的职工 是国家的主人 是企业的主人 所以要尊重他们当家做主的权利 最典型的就是1988年 中国模仿苏联也通过了一个企业法 规定呢 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里的最高决策机构 那么工会呢 是他职工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 这个法律其实没有真正实施过 但是他肯定了官方的一个意识 就是工人阶级是主人风 然后工人阶级要在企业里面 实行对厂长经理的民主监督 所以这时候工人虽然不再领导一切了 但是这个工人在厂内的 这个厂内民主这个理念 是共产党坚持的 那么工人也相信这一套 所以他们不觉得自己会在改革当中 吃什么亏 为什么呢 我们都已经是这个企业国家的主人翁啊 在这个改革过程中 那主人翁的地位只会得到加强 不会得到不会削弱 所以这就是共产党统治几十年 中国工人被灌输的价值观 我们不谈他们喜不喜欢文革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后来这批人一下子变成下岗了 下岗以后他们对这个过去的 这个就是我刚前面谈的这个几十年 五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末 甚至到八十年代后期 他们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 是十分的怀念 所以很多人就把他们对那段时间的怀念 对那段时间共产党灌输的价值观的这个认同 一直维持到现在 现在你去中国看这个很多地方有这个怀念毛泽东的活动 比方最典型是河南郑州 那里都成立了一些团体 经常定期地怀念毛泽东 甚至怀念文革 他们一开口唱的就是文革首的歌 所以唱红歌跳红舞就这么来的 那么这批人现在讲经常讲跳广场舞的大妈 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国有企业下岗的职工 那么之所以热爱这些红歌红舞 其实在里面寄托了他们对历史上自己曾经有的这种社会地位的怀念 因为经历了那么前面的几十年之后 紧跟着就出现了中国的私有化 而私有化把他们剥夺的一干二净 所以这一章我们谈的是 他们从领导一切已经最后变成了一无所有 被剥夺了一切 至于为什么要剥夺他们 这个就是我下一集要介绍的内容 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历史 就是共产党虽然是把工人阶级一度捧到了天上 后来又把他们摔到地下 在这过程当中 但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宣传从来没有变过 所以呢工人呢 尽管被摔到了地下 他还在认同共产党以前的宣传 觉得那时候少数坏干部干的事 那共产党是好的 那么下面呢 下一集我们会给大家介绍 共产党好还是不好 朱镕基的改革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很复杂 而且全中国人人都知道 有人人都不知道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 原因是下一集我们要会介绍的 就是中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 其实是偷偷走的 好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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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